大家好 我现在四川卢州白塔广场 也叫报恩塔 始建于南宋1148年 走我们过去看一下 前面看到的那个就是白塔 在爬一段楼梯很快就能到跟前了 已经走到广场上了 这边有12生肖的铜雕塑 这是狗 这是大公鸡 这边有猴子 羊 那是马 那边还有很多呢 已经走到这个广场上面来了 这个上面好像 好像有很多的这个雨棚是吃饭的地方 然后白塔就在跟前 关键是这个位置实在是被阻挡住了呀 往这边走 这边应该能上去 我刚才看到这边有一个快餐店 是在成都那边我经常吃的那个快餐店 这就厉害了啊 这个等一下吃饭的话 我就在这边吃了 我以为这里是个楼梯呢 没想到还是上不去 这个里面应该是在升级改造当中 那也就是说上不去啊 上不去我们走到另外一边来 然后从这边走 看看能不能走到那个白塔的跟前 这个广场现在显得好拥挤啊 那边到处都是那个雨棚嘛 然后这边有楼梯 应该能够走过去 白塔实践于南宋时期啊 1148年在后来的历朝历代都进行了大的升级啊 保护 所以说才能看到今天的样子 所以说一般在每个朝代的鼎盛时期都会对他进行升级啊 维修啊 不然的话 从南宋时期到现在这么多年了 嗯是很难保存到现在的 也他既叫白塔 因为颜色是白的嘛 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报恩塔 行这边可以走上来 关于这个走楼梯我现在发现了 就是像这样Z字形的往上走 你膝盖的压力会小很多 就是不要直接往上 就是以前我不懂的 就是直接往上走 后来我就发现了 这个走楼梯的时候呢 你这种Z字形来来回回的往上走 他同样是在爬楼梯 但是膝盖上的压力会好很多 这一点也是我终于发现了啊 现在已经走到跟前了 嗯下面好像是汉白玉的底座 看起来还是非常好的 嗯颜色也比较清爽 所以叫白塔 它这个位置可以说是 卢州的老城区最核心的地方了 嗯周围全部都是吃饭 然后卖东西的 就是老城区嘛 每个城市都是这样 从侧面来欣赏一下 这白塔周围的饭店多到什么程度 多到我现在走到这个地面上 都感觉滑 真的我刚才走前面那段路 特别明显 走吧 那这个太近了 我们看不全 我们还是往它的 这个方向走 这个前面算是一块广场了 走到这边来 这块地方看起来还是比较繁华的 因为是最市中心嘛 再从这个远距离来看一下 这个报恩塔 那边有个石碑 上面写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走 我们再换个地方走到马路边再去看一下 卢州这边我发现了 有个特别大的优点 就是我不管走到江边还是广场 没有看到人聚众在这里 跳广场舞或者是唱歌的 就是非常安静 这个还是在我印象中不多见 特别是我逛的那个陀江边 还有长江边 我都没有看到有人在那唱歌 在那里蹦蹦跳跳 这点还真的是特别的优秀 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昨天晚上住的那个酒店 还是比较安静的 基本上没有人吵你 这一点还是不容易的 还有就是以后在订房间的时候 订酒店 尽量订那种双床房 就是标间 不要订那种大床房 这样的话 相对来讲 你受到噪音的干扰会好 相对来讲可能会好一点 因为订标间的话 你隔壁 要么就是两个女的 要么就是两个男的 相对来讲会好一点 你订大床房的话 那你的隔壁就不一定了 所以说以后订酒店 一定要订标间 如果是民宿的话 就无所谓了 民宿它的那个墙都比较厚实 比较的坚固 所以说订酒店 一定要订标间 这个要切记啊 要给自己长个记性 再从这个角度 远距离看一下 白塔广场 报恩塔 那栋楼算是市中心 比较高的一栋楼了 应该还有更高的 可能我没有看全 行那这个视频 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